其实我们这个主题 看上去好像跟火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其实盗墓就是能够显示 一个人内心的那种贪欲之火 就是盗墓的人通过这些 去获得金银珠宝财富 然后我们这个故事也就是告诉你 不要这样想 想了就会被他吃掉 对 对 我也不知道咋说 你也知道有看过海权都知道我叫火爆 这火舞台为我而造 其实我们一开始准备了好几个主题 有一个是火焰山 我演唐生 孙悟空 红孩儿 铁山公主 牛魔王 这牛魔王像不像 像吧 那个鼻子喷烟也是要为了刚开始 表达那个牛魔王生气的时候才发明的 哇 兄弟你太过分了 然后后来又一研究了这个盗墓的主题 我觉得也都挺贴切火的 没了 没了 这个结束的真的是特别突然 就换人了 别说太多了 来 公孙无名 这一次很感动 因为这一个作品是我这么长久以来 第一次我觉得发自内心的很开心的在 大家一起在排这作品 然后我们以往都是会有一些 他们会不放心我们 因为我是个b boy 然后他们是dancer 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借地 那以往他们就会觉得我来排的话 会不会偏b boy多一点 但是现在 你们看到不会 而且非常棒 这是我们一路过来学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成长不光在5G上 就在一些友谊上 灵魂上 所以这里我们做到了 然后这个友谊上升到了国际 你们也看到bobo OK 我们都说舞蹈是无国界的 这就是无国界 OK 现在来到我们核心舞系 其实这个作品我们写的故事就是 我们排练中真实的事情 就是宰哥就是那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然后这个故事中很多情节就是 他不善于表达自己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暴躁 或者看起来很不好惹的样子 但其实他会有很多细节在关心着我们 我们讲的就是自己生活中的故事 好 好 两组已经表演完毕 票数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这回合 票数为 86票对15票 我的天 他们那个差好远 恭喜 一波王家 BOOM战队 一星队我还是觉得他很有想法 很有勇气 他们都坚持要把 桌品不只是把它动作编排 一个画面 他可能更要追求到他的意境 所以他们 这会可能会陷入一个很困难的 如果他没办法用桌品表达 可能就是很吃亏 但是我觉得他们一直坚持着 他们都一直坚持着这个做法 是很有勇气的 这是一次实验 这是一次创新 需要一点时间 没关系 但依旧我觉得他们喜欢 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话 我依然支持他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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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 还说那么惨 我觉得这种有故事性的编舞和编排 并没有让观众能够看懂有共银 就怀疑自己 这个选择是对的吗 选择这首歌是对的吗 编这个作品 这个主题是对的吗 其实我觉得目前在舞蹈圈里面 人性的这个话题 是最难去编排 因为每个人他都会 对人性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他们的主题特别棒 但是因为在人性上面可能太过于深入 导致大家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内去get到你的那个点 所以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王一博队长的第一支作品里面 我觉得是当日无愧的全场最佳 布松文明老师 他的整个翻滚 拿灯 整个的一些动作 你不会让认为他是在跳舞 而他的整个舞蹈的动作是结合在剧情当中所需要的 然后当波布出来的那一刻 特别是冒烟的那一刻 整个全场都燃了 然后整个的主题的收尾也是特别棒 总结一句话就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是一个完成度非常高 又有新奇又有surprise的一个作品 王一博战队 他们整个舞蹈的编排 从开头到结尾 就像是一部完完整整的一个电影 而且从他们所有的舞蹈的设计细节 包括整个队员的配合 再加上道具 整个是一个这一季我看到过的 能够在我脑海中留下非常深印象的作品 张以兴战队 他们在一些舞蹈的融合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有一些不协调 比如说藤仔是跳popping 然后Clash是breaking Clash在前面去进行一些技巧的演绎 但是后面可能跟他配合的不是那么好 Apple的他们四个人 其实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们四个人都在演四个故事 会形成一种错乱的感觉 所以到最后可能还没有理解到 整个故事的一个故事线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遗憾的一个地方 我去给他们打一下 说错了 蛮好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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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兄弟 别太被影响了 没事 好好发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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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好多 可以 接下来进入第二回合的比拼 首先出战的是一波王驾 开工 别表人比 好 加油 加油 现场准备 我们另外一组它也是那种多宝奇兵电影那种感觉 我们也是走电影这种呈现 因为这种画面不管是现场看还是节目的呈现都会非常好 我们整个排练过程是有点凄惨的 因为我们这个舞蹈是以桌子作为主要道具的 不能搬进任何一个舞蹈房 因为太大了 所以我们只能在停车场 因为我面临的是在桌子上跳 摸在地板上面 我们会更踏实 但是当你突然之间站在桌子上面 其实压力很大 对 今天往后准备就好了 今天不把试还又不敢 就因为附来又不敢 我们来接吧 我们帮你顾着吧 现在让我缓一下 而且我在上面 其实我也有点恐高的那种感觉 他会知道他你在现场的能够吗 他会有加骨的 他会加骨 今天是因为帮我帮你 像我送到 你看 怎么出都不会出下去 对 你得放下来吃 按到这个都没关系 你看 没关系 他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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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四川单挑王 比希望冠军 中国华人激光 你要怎么做 他们其实都放弃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把这一趴认为我完全能驾驭得住 非常的相信我 所以我大胆去尝试更多的一些高难度动作 这一轮的作品 他意思比较直观 主要是我们五个人在争抢一个象征这个欲望的公文包 把我们争抢这个箱子的一个过程 把我们对于欲望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 在作品里呈现出来 主要是在这里 和欲乐但是 我们 �� 想改 有点改 projects 你们一开始不是都一直在抢那个包吗 我觉得这个落点有点落得不是特别好